哈喽大家好我是童心 大家都知道金刚模式也上线了 但是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金刚水晶被删除了 整个过程金刚都没掉落水晶 难道是因为太强被删除了吗 因为我没有体验符 所以我特意到了妹妹体验符的号去一探究竟 看看体验符是不是也没有金刚晶体 一进来我就发现不一样 正式符金刚模式是没有介绍的 类似于哥斯拉模式那样 正面会有一个模式介绍 但是体验符有 总之这里不难看出 体验符最后一个就是几少金刚水晶的 那么大概率体验符还有 实际情况等我进去看看 开局怎么还是先来这个停机瓶等金刚过来 看到没看到没 骑士了 我还有 第二阶段会在我的附近 咱们不用过去 哎呀我去 这金刚直接跳了过来 这飞龙在天 来呀打我吧我不怕 我放了这个阶段正好方便我下去 这箱子里面的屋子是一样的 又释放了又释放了 赶快过去捡 看到了吗 就是地上这种黄色的金刚水晶 先把这些全部捡上 接下来给你们用一颗试试 这个和哥斯拉的不一样 哥斯拉类型于手雷那样 这个用了之后真的相当于开挂 移动速度飞快 并且跳得也非常高 你看你看高不高 真的像开挂 以前跳不上的建筑也是一如反掌 那为什么正式服没有呢 难道真的是怕太强了破坏游戏平衡 删除了这个东西 又或者是还没优惑好 搞不懂 可惜体验服没杀人 不然就玩玩体验服 既然来了 我就带你们去看看 山谷地图的机械哥斯拉 哎呀我去 这好叫 拿把枪过来 旁边落了一个人 别跑别跑 这样子不太强 你下去不就无路可走了 玩玩他 不准上来 吃我一击万弓 去哪了去哪了 这就叫做杀人猪心 调戏他就是不打 就是玩 总共 差点让你给跑了 这个体验服的机械哥斯拉 还没有效果 正常的效果后 将会暴露这位敌人的位置 而且我尝试着跳上去 也不能跳了 之前的还行 还是去玩玩正式服吧 看我这宝剑 帅不帅 刚升级了个通行证 这套衣服胖胖的 像一只啥 苍蝇 难道是按时 马上交出的蚁人模式 可是那是蚂蚁呀 也不是苍蝇 开局跳这个新衣男物资 莫迪就捡了个三体夹 美姬姬 哎哟 又有个来看金刚的游客 我手起刀落将其拿下 先到房间里面发育一下 看到没 金刚这个垂涕的动作 就会掉落水晶 但是国父真的没有 我在这里找了半天都没有 唉 蹬在阳台之上面一人 因为刚刚前方交战击裂 看到一个 一枪不中 不对 中了一枪 去对面横台 GoGoGo 搞定搞定 后面还有一个人 你是偷偷跟踪这个人的吗 拿下 耶 云林地图找人真的很难 所以就是哪有枪 就跑到哪里 有车上来了 啊 这都能被撑到 但要是跑是跑不掉的 嘿嘿嘿嘿 去捡空头去啦 哇 没空 我想完没空了 找找地铁模式的感觉了 不知道缺少顶级配件的妹框 我还能不能压得住 嗯 好像被战队了 想让我汽车过河 不存在的 我飞过去 哼 但是这条河怎么过 不归险中求 试试证明 当场阵亡 前面有螃蟹 试试用妹框打怪 到底有多快 我的妈呀 一缩子二十发子弹 打到将近一半的鞋 比大菠萝还爽 给个八倍镜行不行 M4不要 那边还有个空头 红头我捡着手软 嘿嘿嘿嘿 这和八倍镜 还有吉利福 把身上这套外星人衣服给换了 转眼间就到节赛圈 绝赛圈还有人在打螃蟹 你是生怕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你在那呀 秒准头送不上一枪 不服呀 这螃蟹小人头 决赛圈有一件吉利福 安全感满满 我就趴在这 有人开车来了 准备吓他一跳 金不惊喜 一不意外 还剩下两个 在那个小山坡 很耍你一畜小子 你这一发就很有灵性 躲了我的子弹 被夹击了 你用拍啥呢 露个三级头多长希望 最坏石头不好 全面那块可以同时规避两边的枪线 你还看 看我可是要收费的 最后一个 准备玩顺局 哎呦我去 哎呦不行不行 辣眼睛 眼是有点重 我还差两天才能更改服务器 之前打地铁换到了北美服 还有两天就能换回亚服了 哎 烧他就完事了 冒着火就跑了出来 吃鸡了吃鸡了 好啦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